阿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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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肥剛熟完早就想說要拍影片來分享給你們 因為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阿肥到現在應該已經是二十幾年的遊戲經驗了 小時候那時候玩天堂阿阿阿阿阿 那裡面流行那時候啊 台季戰士 那時候啊 我記得我們交易的時候要怎樣 要約一間網咖裡面免交 或是呢 打電話 然後用匯款的方式 那時候還要留家裡電話不然把你跑掉 這樣子再交易 那阿肥高中的時候出現那個 8591 我那時候真的是 帶起了這個保物交易的風潮耶 那時候阿肥剛開始接觸到的時候 就是有一款三國字 那它裡面有一本技能書 我看 它裡面可以賣七百塊好貴喔 我就慢慢看 結果真的讓我賣掉了 哇靠 我在想說 哇 我身上好幾本耶 我都發財了 哈哈 那時候還是窮學生時期嘛 那這一次呢 我朋友遇到的這個詐騙 算是進入了這一種 手機手遊時期之後 的一種新方式啦 那 這必須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一定會騙到一些 起貪念的人 那 我朋友遇到這個就是問他說 欸 他的這個賬號要不要賣 要不要賣賬號 因為在手遊時期 賣賬號其實是還蠻頻繁的一件事情 那通常啦 他們這一種 都會開一個高價給你 比較破爛一點的賬號 他可能就 開個五千啊 一萬啊 我沒有再說我朋友破爛 比較好一點的賬號 他就會開個十萬 二十萬 甚至五六十萬都有 我都有看過 好 那他這一次呢 就是開了一萬塊台幣給我朋友 齁 我朋友就說好啊可以啊 那就八五九一上面賣嘛 齁 但是呢 欸 他就說 要直接加LINE 其實這其實還蠻可疑的 因為 說認真的啦 這一種線上遊戲 等於就是一個平台 他可以這樣私訊的話 他其實是不需要加LINE的 有沒有 他是可以直接 就透過八五九一 就直接線上交易完成了 那 他這個直接加LINE之後 我朋友就想說 他到底要衝三 然後 他就真的加他的LINE了 然後後來就發現呢 欸 他就說要引導他什麼 引導他去他經常使用的平台 齁 然後去做下單 這種套路都是什麼 他不是台灣人啊 他是馬來西亞 新加坡啊 大陸啊 或是哪裡的人 反正總之就是外國人 然後呢 他會跟你說他要 用他的平台來交易才行 齁 說認真的 到這時候你就應該要停了啦 齁 那我朋友那時候他就有 被傳了一個網址來 這個網址我現在已經打不開了 齁 他 有一個重點 後面都是點CN 點CN齁 然後 就沒有辦法開了 他這種大概都是一次性的啦 就是 欸 騙到人或沒騙到人 他就馬上把那個網站關掉 其實網站進去 其實做的有模有樣的喔 有模有樣喔 但是 不經典啦 你稍微去點一下 你會發現 欸 裡面其實都是空洞 都是漏洞啦 但就是有一些人會 傻傻啊 被騙的齁 就 進去了 然後就把自己的註冊啊 資料啊 喔 個資啊 這些有的沒的 全部都給人家了 哇 這樣子就整個 糟糕啦 你不是信用卡被盜收啊 帳戶被盜領這些的 那這種詐騙給你的網頁 通常都會叫一個名稱 叫 國際遊戲交易平台 哇 聽起來好像很高大上對不對 但事實上 他就是一個假的 你直接在Google上面搜尋第一個 就跳出迪卡的那個 有人討論了 你們如果真的有興趣 了解這個詳情的話 你們可以去迪卡裡面看 他們有些有PO出來 什麼點CN的這個網站 但是啊 他根本就現在都點不開了 幾乎所有人 他只要騙到人 或沒騙到人 只要用過他就消失了 他用過就消失了 就是說 被巨額款項充分頭啊 他就會開一個巨額給你啊 對 他們就會利用人性的弱點 讓你產生貪念之後呢 欸 你就落入他的陷阱 尤其現在啊 這種手遊帳號交易非常的頻繁 所以啊 大家都已經很習慣了這樣子交易 那 就會 沒有戒心 一時忘記說 啊 保護交易其實風險很高 直接這樣私下交易 就 哇 自己的資料 這些全部都給人家了 希望阿培這支影片有做到一些提醒 因為阿培的朋友就直接親身遇到這件事情 那還好 欸 他警覺性夠高 覺得天下沒有白色的午餐 一個垃圾帳號 怎麼有辦法賣到一萬塊這麼多錢 他就即時的止損 然後跟阿培分享他遇到的狀況 那我覺得這個 我有必要的要分享給你們 因為我覺得一定有人也會被騙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邊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追蹤我的LINEHP 每週一跟每週四 晚上六點準時上面 我是阿培 我愛你們 See you later 掰掰